警方去年接獲的網救騙案增加兩倍 除了有消費者被騙,有網店收到解入數字 警方呼籲買賣雙方要再三核實交易資料 李興平報導 MAS在旺角開店,亦都有做Instagram網店 去年12月有客人分三次在網上買了卡片套和音響 一共2,800元 MAS沒有檢查是否入了數字,見到有入數字就寄了貨 我們突然發現那2,800元收不到 然後我們馬上看客人過往的記錄 發現過往的記錄有四、五次原來全部收不到錢 當刻第一時間想會否在銀行有些問題 12月是零售比較忙的時間,可以叫peat season 有時可能有一兩張單,我們沒有檢查或檢查漏了 MAS試過在IG聯絡對方,但被封鎖 同一個情況其他網店都遇過 要仔細看才發現入數字有問題 有一張是做得特別差的,就是他拍照的時候,後面是背竿的 數字後面有點字,有點反光 然後他p圖的時候反光出來的字是空了一疊 其實這一張是假的,其他都挺真的 有超過10家網店懷疑被騙 他們對比過電話號碼和銀行戶口 相信是同一個人犯案 最少兩個店主已經報案 這些網上的騙案很多時候都是跨地域性 也都有隱藏性 變成騙徒可以很容易隱藏他的身份 究竟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儲存 以及儲存多久的資料 以及他是否海外的網絡供應商 亦都是成為我們調查難度的其中一個之一 警方說去年5月已盜竊 拘捕了一名16歲女子 仍然就案件徵詢律證詩意見 有線電視記者李興平報導